我覺得呢 世界上有一個東西 我真的一聽到我就覺得 對 就是我們 我很光榮就是看到 因為我覺得現在MIT的東西 我覺得在全球已經是一種 然後大家常常看到MIT 就覺得品質不錯 所以現在就算在外國 不小心看到MIT 因為就覺得很想買 想支持自己本土的 我覺得是一種榮耀的事情 先想到是電子產品 那個應該是第一名 但是我不要講到這個 我要講到台灣 最偉大的是塑膠 你可能不知道 台灣出口到美國 每年有二十億美金的塑膠 塑膠 對 所以覺得怎麼很奇怪 那個塑膠是哪裡來的 其實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電腦 耳機 手機 照相機 手機 所有的配件都會用 電器產品的塑膠 都會用非常多的塑膠 每個國家我覺得 都會有自己的面膜 就是因為台灣的面膜 又便宜又好 可是泰國的起跳都是 五十幾塊上百塊 可是台灣三十幾塊 就可以買到好的面膜 所以泰國人來這邊 就買了很多就是 面膜就是單磅 像我也會買很多 回去每一次都買 買很多 對 因為其實在那個化妝品產業裡面 在2017年出口總額大概是 七點三億美元 但是光是保養品就佔了 大概有四點二億 所以那個比例算是很大 所以像面膜百分之八十 在各地世界上是 百分之八十是台灣出產的 摩托車 台灣最會 其實我來到台灣以前 我什麼都 所有的東西不知道是台灣的 好 雖然我自己有Acer的電腦 你不知道是台灣的 ASUS的手機 OK 然後我的那個有那個 三兩機車 這麼大台 你哥哥嘛 這麼大台 對 以色列人都 很多很多有 喜歡其中大台的 三兩機車 可是我到處都看 三兩機車 我看他們寫SYM 感覺很像日本 不知道SYM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出國 我看到路邊的摩托車 然後可能我們常常 會有當地的導遊 就跟他說這是台灣的 他說台灣的 我說 就是大家都不相信 雨傘 這我好意外 我跟你講說 現在我在泰國 我每一個來到台灣玩 是 就是雨傘 伴手禮嗎 對 雨傘泰文怎麼講 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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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就覺得你好厲害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也覺得 台灣的傘很強 因為他們說 因為泰國的雨傘啊 洋傘 幾乎99%都是Made in China嘛 然後他就說 有時候啊 買來 50塊 還沒用 一打開就壞了 品質就是差很多 然後我就說 你好厲害 知道他說台灣的雨傘 我沒有講 他就講說 台灣的雨傘 還有自動嗎 所以是每一團來 我都會帶他們去買雨傘 就跟妳講說 賣雨傘 到我自己都知道說 該怎麼賣 對 我就會表演 妳就買雨傘 妳不要小看喔 妳不要小看喔 你們不要小看台灣的雨傘 這兩個一樣喔 因為功能超多 因為我先講這一個 因為是很多女生對不對 很多女生就想說 我就怕太陽 UV 怕曬 可是帶傘又很重 所以要輕的 所以台灣的傘 這個是UV99.99 就是100毫了 我就帶給他 是自動 那妳把Hani那邊打開 太危險了 妳怎麼會這樣 我賠不起他的臉 太危險了 對 因為台灣的傘就是 就是自動 自動 你不用以前的傘 還要這樣子 打開 打開 有時候下雨天 開車的時候 出來就 都要被淋濕 這只要一開 所以就是 一 我就教客人 很簡單 台灣的傘 你不用太麻煩 就是一 按 二 關 關 好感激 對 那不一樣 這個UV 那個太... 妳看那個燈光 妳看... 看透過嗎 不透過 不只這樣 他不只是可以 你真的有在賣 真的 我覺得 他不只是可以擋光 如果碰到很大的風 你知道為什麼 台灣的遺產這麼好 我跟你講是台灣 一年四季 每一年都有颱風 你碰到颱風 我跟你講說 你看 你真的有在賣 我發現很... 很快... 我發現你們 跟我的客人一樣的 對 那個很激動 你真的好會喔 沒有這樣 我跟你講很簡單 你不用去怎麼樣 按一下 你還要跟自己收 對 好神奇喔 可以 請問一下 老牛再一次賣多少錢 我跟你講說 不會 你一把五十塊 你用一次就壞了 這個雖然 四百九到五百九 你用三年 五年 不會壞 真的要一支 你要買 我要五支 可是除了這個 還有 我跟你講 這個你看著這樣子 不要小看它 這支功能就不一樣了 我跟你講說一樣嘛 就是自動的 對 OK 這是 沒有... 你開玩笑都不會 等一下 你們先聽我 每一段雨傘都防水的 可是這個防水功能不一樣 我跟你講喔 這個防水 像這個一般的 如果今天我拿這個水 我幫你... 你要補水是不是 不用 這樣子就好了 不用是不是 我很熟 沒有 沒有 它已經沒有 它已經都會展示了 這樣子 這個碰到水對不對 對 一般的傘 如果用到水 它會黏在傘上面 可是這個就不一樣 是 沒有水 沒有 讓開 這個 沒有水 怎麼會 所以... 莎莎 妳拿那個水杯淋上去 它那個是防潑水 那個水會流出...直接流出來 所以這個適合就是開車的 所以男生開車用這支 女生防曬用這支 我覺得有... 兩支 請問一下 現在兩支一起帶回家 多少錢 我跟你講喔 今天你買十支 也是這個價錢 OK... 你穿過今天就沒有了 你要花一萬多塊 就機票來到這邊買 我跟你講說 你買到賺到 所以說 我曾經賣... 我帶去一次店裡 我曾經賣就是紀錄 所以是 台灣的魚傘 真的 來個台灣真的一樣 對啊 好想買... 那妳是要買嗎 妳要買哪一支 沒有 我已經買了 因為我媽媽剛來 她就跟我說 我妹妹指定這次 要幫她帶回來魚傘 我說奇怪 魚傘 然後就真的 我就買了 我買回來了 其實就是橘色的那個 而且它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它邊邊那個 一樣嗎 同一支 對 就是同一支 而且它邊邊那個 還有那個螢光的部分 晚上的時候 因為現在波蘭 就那個...一天就那個很短 真的 對 然後那個就比較安全一點 真的耶 因為我們下雨的時候 比較天色 比較暗 所以它是做這樣子 比較亮的 我都沒想到耶 對 駕駛人會注意到 你們在... 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 台灣的... 黃蘭 一樣的 很帥 好帥... 所以Honey你也想買嗎 我覺得等一下就結束後 我先跟她訂購 對 你便宜去韓國賣 對 因為其實韓國人也是 最近來台灣一定會買魚餐回去 對 因為我之前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剛好那天下雨 所以我帶韓國魚餐 就是坐飛機來到台灣 比如說我這樣 你錯了 按一下就好了 按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按一下就好了 我跟你講 什麼東西我們不要去勉強它 對 要順其自然 對... 按 OK 好 起來 來 按 然後這樣帶著 因為韓國的魚餐 好像這邊比較薄 然後台灣的胃比較強 所以我韓國的魚餐帶來的時候 待幾天開始漏水了 真的 台灣的... 台灣的魚太強了 破... 那是被陷害吧 那個材質不好 有沒有 真的待幾天 就都破洞了 破洞的感覺就... 對 但是... 我先... 我學會了 然後台灣的魚餐的話 剛剛她講的 颱風來的時候 也是不會破洞 真的 台灣魚餐很... 你連便利商店那種透明 都比你那個厲害 對 因為... 因為那個魚餐在台場的時候 如果... 我就不良力了啊你 沒有 韓國的冰箱很強 魚餐還沒有強 對 所以我就買魚餐 然後就帶回... 那個去...回去韓國的時候 帶台灣的魚餐給家人 就我不是要給他們 就是我順便帶著 然後放著就不會帶回來 就麻煩 然後我媽媽用完 我們媽媽覺得 台灣的魚餐太強了 而且剛剛她講的 那個颱風比較大的時候 通常一般魚餐被折的話 就壞掉了 對 要直接... 台灣的魚餐是叫到... 這樣反過來就... 就... 就跑了 對 這個是太厲害了 對 一般魚餐也剩了 真的很帥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好像建築物的防震 先做好防震係數 對 最會彈物比較重要 以前都是偏禮貨 很容易壞掉 可是現在是... 可能是四年前吧 開始大量的進入手機跟平板 然後大部分都是ASUS的 對 然後大家都... 因為是滿平價的 所以我們就買得起 然後用好用 不容易壞掉 所以我們就很... 以前台灣人... 我們不會像台灣人一人一機 然後不會沒有低頭組 現在資歷大部分都是低頭組 因為大家都買得起手機 因為台灣就要轟炸資歷的 很多平板跟店 我們炸那麼遠 真的 我一直以為資歷不會有我們 真的超... 現在很多 然後就是年輕人就買得起 然後當禮物也不錯送 所以我們都會買 然後像上次我們回去資歷 我們就先問他們說 你們想要什麼 然後他們說 我們想要手機 然後我姐姐跟我說 我爸爸的手機很爛 可不可以幫爸爸 還有表姐送手機 老公就說 好 那我們送台灣的HTC 最新的喔 資歷他們買不到 然後他們就收到說 哇 好開心 我就開始炫耀 炫耀台灣手機HTC很好用 然後他們就上網查 哇 這個多少錢喔 多少錢這樣 很貴 就是資歷也買不到 像這牛錢也買不到 HTC還沒 對 就是ASUS的 滑售的比較多 對 好 那小皮 你覺得呢 我也是舉權 因為如果是 真正台灣製造的那種產品 其實 它的質量都是有保障的 還有它的售後服務也是不錯 然後像大陸 就是賣那個台灣的產品 在大陸也有 肯定是比我們國產的貴了 可是還是有老百姓願意去買 小時候滿大街 什麼都要灌一個台灣的 從我們很小念書的時候 就有台灣奶茶 碗加什麼奶茶 都是台灣奶茶 然後後來 我們吃那個貢丸 肉丸子就肉丸子 我們要把它改成台灣貢丸 對 然後 我們也吃盒飯嘛 小時候我們也吃盒飯 可是後來就知道 台灣不叫盒飯 叫便當 後來他就把便當店改成 反正冠上台灣就是好的 所以連那個名字 都改成像台灣一樣的名字 台灣像烤魷魚 那明明就是一個國產 長出來的魷魚 真的... 就覺得會變台灣 台灣的蝎子 真的是全世界沒有更好 我認為 然後就是可能人家不知道 可是有這個 這條街 在台北貨吃站 在哪裡啊 這鞋子好大啊 對 他們都不知道 很奇怪 那個叫圓嶺街 柏埃路跟那個重慶路 什麼 柏埃路跟重慶路的中間 大概就在那一區啦 那邊啦 對 沒有學啊 妳現在 早上沒有人知道啊 妳知道我們可能會這樣 不知道 你到這個街頭 這條街頭 它有很大的鞋子 其實在裡面幾乎有衣服 可是沒兩戶都是鞋子鞋子 它鞋子很多啦 鞋子共產 鞋子街 對 而且它最有趣的就是 你要便宜的鞋子也好 你要好的也有 這也太多了 都是女生的高低鞋 平底鞋 當然有男生的 冬天的 夏天的都有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個人 我很 因為就算我 你是運動鞋最舒服的 可是我腳穿了 我要... 英文我們叫 BREAKING 它開始穿的 頭一個禮拜一定會痛 要用那個OK幫 就是會叫磨獎 反正要等一陣子就會好了 所以去年底我跟我女兒 我們去日本 我很需要鞋子 結果我冒險 我去這個地方 我買了這個鞋子 你看這個 這個我大家非常非常... 讓我們猜猜看 你們猜它買多少 BREAKING 這如果是皮的應該是喔 你應該應該要兩千吧 真皮 真的有腳皮嗎 你應該要搞不鞋子 一千 真皮啊 是真皮的... 哥哥 我那邊不走... 我那邊不走... 誰有穿過嗎 我那邊不走... 我穿一般酒店 我穿一般酒店 我殺... 本來是兩件多一點 我殺到 一千九百 對 台幣 就跟你說台灣算的 一千九啊 這個真 好便宜喔 怎麼提那一千九 妳有錢啊 這一千九很貴耶 真的耶 你聞到這個... 你聞... 你聞... 老婆在裡面 拿打火機燒 如果他不會... 等一下 人家的鞋子 拿打火機燒 沒有 今天是老闆 不是有這樣嗎 真的要燒 今天也要進來 然後這樣亂燒一雙就這樣 沒有 老闆 老闆的 他會只有一雙可以燒 其他都不能燒 你看那個SASHA都漂亮 然後穿什麼都漂亮 感覺滿舒服的 軟實的 好 全新的囉 全新的 沒有 我都看出妳的 全新的 全新的 沒有 我都看出妳的 妳看這個瓶子 我聞一下... 妳有警犬喔 什麼都聞一下 聞就知道喔 你看這個瓶子 很軟 真的假的 他有做那種氣墊 有... 這個很軟耶 來 聞一下... 真的就是... 軟對不對 這個台灣買的嘛 對不對 昨天賣的199 199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喔 比我叫它忽然便宜喔 是穿一下 可以 199不便宜耶 很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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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跳很高耶 很軟耶 很軟耶 我買肉汁來了嗎 我們天天人霜 很軟 這個去廣陽台 曬衣服很適合去 去廣陽台 對 算了... 不了... 對啊 這就是很值得 厲害的MIT 不錯... 我也很愛很愛用台灣的 就是食材 就是... 因為你平常做蛋糕 就會用台灣食材 對... 我店裡賣的蛋糕 也是用到很多很多 台灣的食材 比如說台灣的蜂蜜啊 其實很好吃 然後台灣的豆類 對 紅豆啊 綠豆啊 也很好吃 對 然後...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就是... 是這個嗎 紅珍奶喔 有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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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紅茶嗎 紅茶 紅茶耶 甜甜的喔 還有一個 咖啡 高粱 不是 答案是... 聽到 不是 薰衣茶 也是台灣的薰衣茶 好像有耶 對 因為紅茶加薰衣茶 有點像伯爵的味道 對... 像你講說是伯爵嗎 對 很像伯爵的味道 很好喝... 很好喝 這個冰淇淋可以泡在 就是那個咖啡裡面 放進去也是很讚的 抹鐵的感覺 超讚的耶 超讚的 對不起我們台灣開路 只能喝那些 真的 真的好喝... 好吃 我很多朋友跟我說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 是喜歡改裝車子 然後他們都跟我說 台灣的改裝車子的零件 都是很亮 對... 然後他們說 價格也沒有到很貴 但是用的時候也可以耐用 然後也好看 然後最近流行的是 用買那個台灣的輪框 對 他們說那個很多輪框 是在韓國買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進口在台灣的 然後他們說很多 德國的名產車子 原廠的 對...他們的輪框也是 都是好像用美丁台灣的 是 所以現在很多韓國人 開始網路也代購這種東西 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很不懂輪框耶 其實不用不懂 我們講一部電影大家都知道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這個 《玩命關頭》 裡面的改裝車 有一半的都是台灣事物改 對... 真的... 真的...是有一半都是台灣事物改 所以你就知道 改裝技術是... 而且那個很多原廠的輪框 都台灣做的 那過去就跟那個衣服品牌一樣 就蓋上那個LOGO而已 對... 其實輪框我們台灣民間真的很厲害 非常厲害 那香港呢 這個香港人也很喜歡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不是 它是有很多口味 糖啊 我這一包不是 我這一包口味叫做 鳳梨的口味 其實也有那個 還有冬瓜之類的 那這個是什麼 我用帶東西來 其實這個是... 水果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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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出這麼多口味 對 它有非常多口味 蔓越莓是嗎 蔓越莓 然後它有搭配其他 好像高湯塊喔 對啊 對 是只能沖熱的嗎 因為你知道嗎 如果是水果的話 可能會有不好放 是 就這一個就直接 把它挖出來之後就加熱 所以冷水熱水都可以嗎 先用熱水把它泡開吧 然後再加冰塊 已經很香了 真的嗎 聞到了 這很香喔 然後水果味很香 這邊有鳳梨味 好方便喔 是鳳梨冰茶耶 什麼假的啊 水果茶 是鳳梨冰茶耶 好鳳梨喔 好香喔 鳳梨冰茶 好香喔 怎麼那麼濃啊 好喝喔 好濃喔 真的像飲料 很適合夏天 那它的味道 是像外面賣的那一種嗎 它沒有那麼的過度甜 我覺得外面的很加工的感覺 它的二砂感覺放很多 對 如果喜歡甜的人 水可以再少加一點 對 因為它口味很多啦 芭拉檸檬啊 而且你如果不想要那麼甜 你水就自己放多一點 裡面還有渣渣耶 對啊 你那個好棒喔 我感覺是他們 這根本是在餐廳的規格耶 你好偏心喔 可以 一個搭一個手 這個好香喔 因為它還沒全容 但味道已經進去了耶 其實我覺得不用到全容 這樣就很好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OK耶 是嗎 對不對 很香 很可以 好好喔 所以這個你也是去超市買的 超市買的啊 台灣也有 我沒講過 還有賣月梅 還有什麼 芭拉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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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講得很厲害台灣的 就是叫做Procanix Procanix 很多台灣人是不知道 可是這個是 那個羽毛球排 對 然後就是 很輕的那種 對...它的特色... 對 它的特色就是 台灣發明的這種 碳纖維補強碳 好難喔 就是英文也是一種專有名詞 可是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是非常堅固 然後它又是很輕 因為一個一個牌球 一個那個牌子 對...它只有是多少 平均 平均 對 跟那個蘋果一樣重 非常非常的輕 最好的牌子 就是這個台灣的Canix 對 比如說大家應該知道 它很有名 薩拉檸檬 對... Sharapova Maria Sharapova Sharapova 對... 它已經退休了 所以它牌子也是MIT的 對 它用台灣的 你插網路那種 最大牌的網球的 裡面都是一大隊都是台灣牌 我們Fader 他們都是 台灣的牌子 其實韓國國際的選手 也都用台灣的貨 因為之前那個奧運的時候 就是那邊我們新聞出來 他們用的那些 魚毛球的還有東西 都是很...都是美麗台灣的 我家有魚毛球 已經 還可以用 你看有時候真的想買新 都沒辦法 對... 對... 可以不要那麼耐用嗎 老闆們 最近我比較愛戴的是 應該是 因為是嫌... 對 是嫌的 我都會去大...很大...很大的賣場 大賣場 對 就是進口的啦 它買的毛掉了一... 就是會連在... 她買的瘋掉了 妳說毛巾的毛 對 就是那個毛巾的毛 就是只要用這個衣服就掉了 等一下就很虛 對 掉毛 毛掉了 好白白的 就是因為有屑屑 可是妳知道嗎 台灣的多好 對 這個完全不會掉毛 你看 其實... 妳今天穿黑色的 黑色對不對 妳會很怕這個毛 對不對 妳看 真的... 看起來用很久了 有 但是品質 就是一樣可能會容易掉毛 對 然後我就比較 哇 這個台灣字 又吸水又... 對啊 而且又便宜 對 很便宜 其實我本來要帶大條的 浴巾 對 差不多 兩百塊 有找 一百多塊而已 對 可是像這個 就是好像三條一百 對 很便宜 所以妳剛剛來論的時候 那邊洗頭髮 然後用去... 或是因為我早上去煮菜 然後我太熱... 很累... 太熱了 然後我都喜歡掛這個 流汗可以擦一下 中貨菜 對啊 我從來台灣我都... 一開始我... 我都會買我父母 台灣的手機 SCC跟S... 對 我就是那時候是剛剛... 剛開始有智慧型手機 對 所以我每次會幫他們買 然後有一次我買他們一個很...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媽超愛的 是那一種S做的那個... 因為那時候平板剛開始有很紅 但是這個是一起 就不用分開 然後我媽... 這個超棒的 對 這個時候... 那種比較老... 老一點點的... 的人比較方便 你們這樣不用兩個東西 然後就擦裡面就變大 很大一幕 所以我媽拿到這個 這感覺很棒啊 她拿到很氣壞耶 一直來去開刀 然後她醫院就是無聊 然後她拿出來那個東西 然後一直... 然後那個護士看到這樣 然後她就說 然後媽媽說 對啊 然後醫生也進來 她說你看... 然後他們就一直... 因為我看過這種 然後他們就是一直來看這個 我媽很... 興奮 對 然後覺得... 結果就回家了 我忘記開刀 想不到那個妹妹 太興奮了吧 那時候超開心 因為她就是覺得 就有給法國人他們看 一個特別的東西 然後是帶女兒買 在台灣買的 所以她也很開心 必須要 然後她之前有寄給我一個影片 因為她想給我講一個東西 因為...對... 她覺得女兒那麼優秀 一定要看她講一些話 我們來看看 媽媽說什麼 安娜 她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 她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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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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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用來五年前買的 所以就壞掉了 但是好像是真的沒有這種的 對 現在好像比較少這種 對 好可愛喔 我最愛的MIT 就是這個 煙燕肉 煙燕肉 對 因為我們在日本完全 我都沒有看過 這個發明很厲害 對 所以我們之前呢 如果要煮兩種攤底的火鍋 那我們要準備一個 兩個鍋子 對 兩個鍋子 兩個鍋子 然後這樣分開煮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哇 原來有這東西 太聰明了 真的喔 被日本人稱讚聰明耶 對啊 我也覺得這個發明真的很厲害 對 真的很厲害 超厲害的 然後我之前拍就是那個 我家裡煮火鍋 然後就拍照 然後就上傳到那個 對 然後很多日本朋友看到 然後就問我 可不可以幫我買回來嗎 這個要多少錢 很多日本人想要買回來 真的 這個真的很棒 這真的很棒耶 真的... 真的打到人家的心了 真的 我是喜歡台灣的 麵粉食物 譬如說就是麵包啊 或者是... 麵包 泡麵 其實因為我很喜歡吃台灣的泡麵 這個很好吃 你都買對了耶 因為中間那個... 都很好吃 我以前日子在苦的時候 天天吃那個 我是吃最右邊的 我兩人吃最右邊的 對... 因為我... 因為很多人說 你們韓國泡麵很厲害 然後他們都在家裡放那個 韓國泡麵 其實我家裡是 因為其實是我發現 我跟我身邊的一些朋友是 吃麵粉的食物的時候 比較消化方面比較不好 所以肚子也稍微痛痛的 所以我在韓國的時候也是很愛吃 什麼炸醬麵那些料理 但是要五五而吃 不然就是不舒服 但是台灣的那些麵包啊 或是泡麵 或是什麼很多牛肉麵 那些麵粉做的食物的話 我吃完也是 消化那邊很舒服 所以後來我問了 聽說台灣的那個麵粉 做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覺得 台灣的麵粉是 我覺得是最愛的一種東西 真的喔 會覺得我們的泡麵超好吃的 而且最近有很多乾拌麵 乾拌麵超多 全世界都愛出 真的好好吃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